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 他颜值不舒敌力热巴,离开杨幂后人气全无。 如今颜值也不过关。 要说娱乐圈内的好老板就不得不提杨幂了,近几年来杨幂的事业发展得很不错。 其旗下签约的艺人也是一个比一个出色,并且杨幂都会尽全力给他们最好的资源。 比如有杨幂的剧就一定会有他公司的艺人,甚至不惜花高价买剧本等等。 曾经迪丽热巴、戴斯、黄梦莹、李希瑞一起被称为杨幂旗下的家行四美。 如今前三位都有了很不错的发展,但是李希瑞似乎发展得不是那么好。 曾经李希瑞与迪丽热巴一起参演克拉恋人两人都赢得了很不错的人气, 之后李希瑞主演的《国民老公》也是备受好评。 一直以来李希瑞凭借自己的大长腿优势没少被人夸赞,按理说有颜值。 演技也不错的他应该会发展得不错,但没想到去年他就和杨幂解约了,此后人气也是一落千丈。 最近他为某品牌拍摄广告一身绿色条纹毛衣出镜十分老气,不知是妆容太淡还是没休息好,气色也很差。 不得不说视频中的李希瑞两眼无神,黑眼圈也很重,法令纹也十分明显,整个人看上去就是又显老又没精神。 和之前留给大家的元气少女的印象差太大。 很多网友也是纷纷表示,李希瑞离开杨幂后不仅没了人气,连颜值也不过关了。 小编觉得,如今已经30岁的李希瑞按理说应该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毕竟作为明星少有不留神,就很有可能会被别人挤下去,其实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有一些衰老问题也很正常。 只不过他的演绎事业还是让人觉得十分可惜,不知道他今后会选择怎么发展呢?